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好久不見我們的酒樓團隊呢 最近在萬農捷運站附近有一個最新立作 酒樓蒲園 那我們今天非常地再度邀請到 創辦人之意的信榮 信榮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酒樓的信榮 酒樓蒲園 這一棟酒樓蒲園剛完成之後 居然就是已經馬上七成滿足 真的是超級驚人的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榮幸可以來訪問一下信榮 就是這棟房子它之前是什麼樣貌呢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酒樓蒲園這個計畫 以前是台北市政府 出租給榮民的宿舍 那因為這些閒置空間宿舍 就公有鎮設就是有閒置的狀況 就是很久沒有人住啊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能夠公開招標 看民間的業者能夠重新活化這些室友的資產 那就運氣滿好的 我們團隊在兩年前就是 在公開的標案上有得標 跟蒲園建設花了兩年的時間 就把這個 閒置的整個七百多坪的這個眷舍 重新翻新 那一樣就用這樣拓地運的概念來活化來經營 當初你在看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你覺得它有什麼樣的優點或缺點 優點的部分 特色其實它在台北市文山區 然後面對一個很大的公園 然後在這個周遭就是說就是面對一個山 然後但是又離捷運站不遠 所以在台北市我覺得很多人來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難的就是 步調很輕鬆 空氣很好 晚上超級無敵安靜 不像是市區 可能晚上會有摩托車的聲音 或者是吵雜的聲音 又非常安靜 但同時它又是在交通 步行到捷運站大概七分鐘的距離 也在台北 算是在台北市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結合了一個 好的生活環境 但是又可以讓在台北工作的人 他不至於說還要花很多時間通勤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在區位上的特色 其實它本來就是一個宿舍嘛 那宿舍其實它原本就是所謂共居的狀態 那我們覺得我們在現在來講 只是說要如何去優化以前 可能在宿舍共居上 可能體驗不夠好的地方 比如說共同洗澡也好啊 廚房區啊 那些東西要如何透過好的服務 或好的設計 讓這些共同機能 不會說很髒亂 然後覺得大家變成說生活品質很差 這樣子 像你剛帶我們去參觀廁所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一個 你剛好介紹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你們居然在廁所裡面 去設置一個就是卡拉OK的螢幕 可以唱卡拉OK的螢幕 所以除了像廁所的部分 然後還有哪些就是有序的公共空間 其他公共空間 像是我們有一個區域是面對街道的 我們有一個小空間 那我們就把它規劃成是一個外帶 專門拿外帶的這個外送窗台 那讓住客的話就不用說還要再去走到大門 然後可能還要再換上戶外鞋子啊 然後再去拿餐這樣子 那也可以避免說 就是隨意的讓這些外送員可能進到私人領域 那一方面也符合現在其實可能不見得那麼多人真的在煮飯 但其實我相信可能跟很多人他們是常常會有這種外送的需求 所以他們就可以透過這個狀態 然後那邊我們也會設置簡單的吧檯 所謂利吞區 如果想要在這邊很簡單很快速的解決一餐的話 就會相對比較方便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co-living space 裡面要一個很美的廚房 剛才看到後面就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廚房 那所以你們在這個設計上面應該花蠻多心思的 對就是廚房一直都是算是人際交流的一個節點吧 就是不論你節目煮飯 你可能有室友煮飯就可以來蹭個飯 讓一些很日常的事情讓它很routine的能夠發生 所以我們未來也會每一週都會有聚餐 那這聚餐就是可能前一天就是登記一下 那就可以一起吃飯 因為蠻好奇說你剛剛說的就是煮飯換宿這件事情 你們是有設置不一樣主題性的換宿嗎 對對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有五個主題 像是有煮飯的 然後有瑜伽的 有打籃球的 體育的 然後也有音樂DJ 就是會做音樂上的表演 然後還有一個是彩繪藝術 那它就是會在我們的公共空間 還有我們的一些空間上 去有不同的主題的定調 所以就只是說讓大家用很輕鬆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能夠透過不同的 你可能吃飯的要一起運動的 像很多上班族他可能 以前學生時期有在運動 但是上班時候不見得說都有球友 或者是說可以很輕鬆回到家之後 又可以一起去運動 所以我們想要讓這些事情是能夠透過社群的方式 其實可以很輕鬆的去達成 這邊總共是幾層樓 我們這邊總共五層樓 然後總共有70個住宿的房間 然後10個做工作室使用 那我看好像是一樓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拿來作為公共空間的運用 對 那包含是也有對外營運的空間 對對對 就是整個公共空間區分是內部社群的空間 我們也有對外營業的商業空間 那對外營業商業空間 所以我們未來是會販售輕食咖啡 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商業空間部分 包含一樓的外側 我們會有一些戶外的座椅 讓附近的民眾啊 經過啊 可以比較輕鬆的能夠來 也能夠來消費 然後來體驗什麼叫做 coating space 這樣子 而且我看到你們還有一個 很漂亮的瑜伽室 那個瑜伽室也是給 就是住戶使用的嗎 對對對 就是我們瑜伽 它就是使用登記制的 那就是已經包含在房子裡面 所以它就只要進行運輸登記 就可以在特定的時段免費來使用 那我們一家室當然也有一些對外的課程 這樣 那我們也是有免費的時段 是讓室友他就是可以登記使用的 等於說 這裡面其實有些空間可以滿足 一個人的工作跟生活 是同時可以結合在這邊的 對對對就是有居住 有房間 然後我們有工作室 讓一起freelance 如果他有一些工作室的需求 那甚至是我們還有錄音室 我們錄音室現在正在施工中 就是會有這種podcast room 那就是如果有錄音的話也可以租進 那回歸到就是房間內部的話 也是跟過去一樣9樓就是 就是裡面 那第一個每次不用講 那但是進去的話 也是一個皮箱進去就可以入住的感覺 對啊對啊 那我們這次在新增就是每個房間 雖然是雅房 但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的個人的獨立冰箱 然後像是冷暖氣機等等 然後這次也升級使用是智慧門卡 就是說從卡片或者是密碼都可以使用 所以在明鏡上的管制 不論是說我們管理方能夠更清楚 更能夠去管控這些進出的安全之外 在使用上也可以更方便 嗯 我那時候看到你們的這個案子 叫做9樓埔員 對 所以這次我覺得蠻特別是你們的這個案子 是怎麼找到圖員的呢 那中間的合作模式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是 就是當初是我們其實也蠻大膽 我們其實完全還不知道要怎麼把這一棟翻新 反正我們就先去跟台北市政府承租下來 那承租下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找可以來協力的夥伴 那最主要這種勞務翻新系 就是在於工程上是需要最大的協助 機緣之下有聯繫到圖員建設 那他們對於我們的概念也是蠻認同的 所以就是 覺得雙方的企業文化也好 還有一些理念也好 算是蠻合派的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知道有在關注建設的話 其實圖員對於像是設計 就是建築的設計 在台北其實都推了很多很多很漂亮的房子 然後更不用說 他們在跟工程品質上的施工 尤其在這一次合作完之後 也可以蠻發現說 其實建商的等級真的分很多 就是真的有將從這種品質很好的 然後很注重設計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模式上也很類似 我們去開發這些物件 那我們開發到這些物件之後 我們就會去找投資方 可能建設公司或投資方來投資之後 那我們來做一個整個營運 那營運來講的話 每個月再去跟投資人 就是從整方去進行拆潤 對,所以就是美東的營運 我們會去計算 當初就是會去做一個簡報說 整棟八十個房間 然後包含商工、搬活動 那整棟的營業人會多少 那扣掉我們的管理費 我們公司管理費之後 每個月大概會有多少的錢 這樣收入來跟對方進行分潤 在這個案子會有個九年的合作 那這樣子跟建設業這樣子的合作 其實對建設這個產業他們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們自己這樣子互動下來 我自己覺得是兩點 那對於一些建設公司來講 他們會在思考說 尤其像台北市這樣高房價的地方 他們要如何讓品牌更能夠深光 然後往下扎根 就當雖然說現在可能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可能還不見得買得起房子 但總要租房子 那如果再透過租房子 他們能夠去認識一個建設公司的品牌 哇,原來知道說他們可以提供 這樣子好的品質 住房品質然後這樣的服務 那當他們 不論是未來要不要買房子 那如果未來有買房子 他們就可以更去 了解到這個這樣子 建設公司他們也有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是 其實co-living 或者是包住代管 其實它就是一種模式 那它不一定是給年輕人 像現在很多鷹法住宅 那或者是樂林這種的 它其實也都是包住代管的一種 也就是說在房地產業裡面 其實就是在講求空間的服務這一塊 所以如果這個商業模式是能夠被驗證的話 其實對建設公司來講 他們也其實可以在 剛剛是往年輕的發展 其實在往上發展 就是說在鷹法這一塊 其實鷹法 我覺得它就更重要的是就是服務了 因為你從好的空間 其實長輩他可能需要 需要有更細微的照顧也要 或者說所謂他們長輩的這種 孤單的這種社群如何 讓他們能夠有更能活力的生活 所以其實co-living或包住代管 它其實都是個 就是個模式 它可以服務年輕人 也可以服務長輩 但我覺得這都對我來講 都是我們一直在跟房地產業或建設業去 不論是說服或者是去溝通的方向 其實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然後我們還有去說 像現在入住的這些租客裡面 其實有部分比例 他可能其實甚至是 本來就是在台北 台北當地的居民 那其實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來租這邊 但是是因為沒有體驗過 這樣子供居的這種生活模式 然後或者是一個人住太孤單 所以他想要就是從原本住的地方搬出來 然後其實付的這個錢也不一定叫做租金 而是一種體驗 就是一種體驗或是一種學習 這樣子 你們這樣子的租客有多大的比例 我們自己過去或是說最近這樣的評估 像你剛剛提到 我們大概就是其實自己台北人 就在台北住家裡的比例 其實大概占三成 就是他其實過去可能 因為租房子可能都比較 一房間也比較麻煩 他可能要準備家具 然後簽約要簽一年 然後 所以你就不太有特別誘因的話 可能不會想說還要特別去租房子 那一來是我們租約談信 就是幾個月也可以租 然後再來是一卡平箱入住 然後再來是說你租進來之後 可以連接到很多人 所以就變成說它就變成一個誘因 讓我們其實原本可能沒有想過 要租房子的台北人 他們也覺得說可以出來住住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 後來原本沒有想到的 後來發現其實蠻多 其實住附近的 也來近這樣 哈囉 Eric 你好 你在這邊已經搬進來多久了 我搬進來 正確的時間應該是2月17號 2月17號 就是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那你是台北人嗎 我是台北人 我住士林 喔 住士林 那為什麼會選擇來住浮遠九樓這邊 其實我蠻習慣就是每個月住不同的地方 蠻習慣每個邊住不同的地方 對 我去年一個月都搬一次地方 喔 但也是因為工作型態的關係 工作型態 那是喜歡就是體驗不一樣的住宿空間嗎 對 就是其實每個區域每個區都有不同的生活型態啊 不同的社區 可以吃飯的地方 因為我對齒也蠻喜歡的 喔 那之前跟 有去過就是九樓其他的就是空間嗎 沒有 我是第一次住 對 其實是我朋友推薦的 喔 那進來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體驗或感覺 或帶著什麼樣的攜帶進來 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 因為我聽很久 就說 柏林九樓 柏林九樓 然後在 就是原本的 老兵宿舍這邊 喔 對 然後 然後我抱持一個到底長什麼樣 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概念 但只是朋友跟我推薦 我就說好啊 我就先來住這樣子 所以是有點長鮮的心態 對 就是 想進來看看這裡面的 有什麼樣的人事物 或者是新鮮的事情 就完全就是一個開箱 就是從零開始的 從零開始 對 所以我進來的時候就覺得說 喔 就是整體來說比我想像走的 嗯 怎麼講 還要更生活感一點 更生活感一點 對 對 所以你本來洗帶衣室 沒有這麼生活感 不然期待的它可能就會變成 就是一整間的 有點像青年旅社 對 對對對 就會有點擠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經過之後 我反而會覺得像是 就有種新鮮感 就是 但也不是說真的完全跟一般的 什麼住家那種很像 嗯 有點回到 學生時代的感覺 嗯 有點找回青春的感覺 對 好像這一幕在哪裡見過 這樣子 嗯 那你在這裡面你最喜歡 就是體驗哪一個部分 比如說是跟大家 就是一起煮飯 一起共食 嗯 嗯 煮飯 其實就是我來外面住的主要目的 其實都是為人煮飯 喔 一起煮飯 對一起煮飯 然後有一個空間可以讓大家一起吃 嗯 就是我最滿熱 我也去住過它那個青年旅社 然後也是可以住一個月的那種 OK 那就是型態就有點跟這邊就有點類似 嗯 嗯 但感覺上很不一樣 像我在之前做那個青年旅社 它就會要求就是說 不能太大聲啊 或者是不能沾用太多桌子啊 之類的 反而就會有一些生活守則 但這邊它可能比較像 比較像家裡的感覺 就是可以再更放鬆 對可以再更放鬆 今天呢 非常感謝信榮 跟我們分享 九樓胡圓的大小事 那對苦力米 非常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趕快來預約來入住喔 因為晚來的話絕對沒有位子 那我們接著到這邊了 掰掰 謝謝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